山东的西北大地 寒风尿窍 银庄素果 今年第一天 在北京刚开完会的温家宝总理 就来到陕西同川矿物局 去年11月28号 同川矿物局陈家山煤矿 发生了特达瓦斯爆炸事故 166名矿工不幸于难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要求尽最大努力抢救警下被困人员 多次对抢险救灾 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陕西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 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遇难矿工家属安置工作 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正在抓紧进行 在悼念陈家山煤矿 1128遇难职工的灵堂里 摆放着温家宝进线的花圈 温家宝与遇难职工家属代表 一一握手 表示深切慰问 他说 这次矿难留给我们血的教训 我们一定要重视抓好安全生产 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要对矿工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后代负责 我想遇难的矿工们表示悼念 向他们的家属 向全体矿工表示慰问 我们一定把这次事故处理好 把遇难家属安置好 还要吸取教训 把今后的安全工作做好 牛铁骑是陈家山矿副总工程师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矿上工作 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在这次事故中不幸于难 2号上午10时许 温家宝走进牛铁骑甲 我很难用话来分担您的痛苦 我希望能做到 事情发生以后 各级领导和政府都来 都来看了 你家里也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感谢政府 感谢领导 温家宝还来到遇难矿工 柯金生张有贤家 详细询问家里的生活情况 和家属们一起分担失去亲人的悲痛 他对随行的各级干部说 要竭尽全力帮助遇难者家属 及时发放公网补助金 解决好没有工作的家属的生计问题 1128陈家山矿难发生后 矿山救护队员和灭火队员 奔赴事故现场 奋不顾身抢救伤员 成功救出127人 温家宝向救护队员和灭火队员 表示亲切慰问 了解目前的矿井灭火情况 离开陈家山煤矿 温家宝来到夏时节煤矿 乘坐矿井人车 走了1300多米到井下 并沿狭窄的斜井到矿井深处 探望节日期间 坚持生产的一线矿工 温家宝向工人详细询问 生产安全情况 和他们一一握手 致以新年的祝福 午饭时分 温家宝与矿工们围坐在 井下焊道的铁轨上 一起吃午饭 矿工下井的游戏 爱护每一个矿工的生命 让大家都平安地下井 平安地回家 煤炭工人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温家宝再三叮嘱 要抓紧查清1128矿难原因 严肃追究责任 同时要吸取教训 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煤矿安全生产 他强调 要强化安全管理 落实煤矿安全生产责任制 温家宝还到同川市 探望了矿区老职工和群众